怀部原始点操作演示 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分内怀、外怀两处 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原始点在内外怀骨下缘骨凤处 各呈开口向上的半圆形 内怀还可沿近骨后侧缘 向上延伸约一时止长 涵盖范围 再进一步细分 以内外怀间正下方的原始点为界 将内外怀原始点分为前后两段 则内怀后段主管足根部 外怀后段辅之 图一 内怀前段主管足底中段 及足背内侧 图二 外怀前段主管足背外侧 并辅助足底中段 图三 这股旁 内侧坏是半圆形 这个最重要 然后它还有延伸点 这个一般一个食指上来 那这里都有可能痛 但是原则上是以这里为主 那我们的揉法 一样可以用食指法 假设这里 这里就是骨旁 这样顶进去 好 很痛了 对不对 这样 对不对 这最痛 这里最痛 那你有问题 我那个力道应该还不是很大 也应该有问题 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手有问题 我手力量是均匀的 这样知道 这个是不是在骨旁 对 好 这里呢 这里不痛 不痛 那你这里没问题 好也是在骨旁